下一位 你們好 我叫曾冠軍 是來面試冷主編的助理的 請坐 陈先生 你為什麼要面試 主編主編助理這個職位 我媽是一位非常愛美的明星 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我家的書架上 擺滿了美麗的雜誌 我很奇怪 我媽為什麼放著那些 過期的雜誌不丟掉呢 我媽說 故事 主要是要用故事 包裝裡面 將你的聽眾 帶入故事頭上 所以面試還要講究 說學逗唱嗎 其實啊 就跟我們律師出庭辯護是一樣的 用講故事的方式敘述案情 要比乾巴巴地說什麼法律條 有 力 量 有 力 量呢 你是按過庭嗎你 你 你連出庭都沒出過庭 你哪兒來的出庭 什麼辯護經驗啊 你忘了 你一著急 就會抱東北花的毛病嗎 你就是一隻紙老虎 不 說紙老虎還抬拒你呢 你就是一隻泡沫安蠢 你給我拉倒吧 誰一著急 又抱東北花呢 你這不我倆跟著扯頭去嘛 吸氣 呼氣 吸氣 呼氣 不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嗎 太簡單了 我本人的存在就是大寫的兩個字 動人 瑞迪不是速食快餐 它是一本記錄經典 創造經典的雜誌 那時候我還小 不懂它什麼意思 可是 它也沒辦法等到我長大 再跟我解釋 它已經去世了 對不起 不 是我對不起 讓你想起傷心事了 隨著我慢慢長大 我發現 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 開始追逐潮流 覺得這就是時尚 不過一個月前 我回到老家 發現那書架上 還是擺滿了那個雜誌 那些照片 讓我想起了我媽媽 而那些造型放到現在 依然是美的 我終於明白了 媽媽說的經典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決定 所以我決定 我來應聘PRETY主編助理 我希望見證這本雜誌 是如何創造經典的 我想成為一個 所以我決定 如果請你再次提醒 我直接想說